位于竹山方氏陆昂琉璃艺术馆展示工艺家林方氏与陈陆昂夫妻俩的琉璃与油彩作品 馆中陈陆昂画作都是近年来游走世界各地的精彩回忆 馆方表示琉璃艺术馆采事先预约方式 欢迎喜爱工艺绘画的民众前往参观 走进位于竹山方氏陆昂琉璃艺术馆 迎面而来的是光彩耀眼的琉璃艺术精品 顺提而上是画家陈陆昂画作展示区 而一件件精彩的画作都是画家陈陆昂近年来游走世界各地游历的精彩回忆 陈老师出生于南投县竹山镇 为方氏陆昂琉璃艺术馆数级总监 其专长为油画、胶彩、展览经验丰富 陈老师表示 创作内容大多以风景为主 也是平常四处旅行所记录下来的一个记忆 他喜欢透过画面然后把它转换成不同色彩 不同的意见去呈现 希望透过画面与大家分享 创造馆的二楼是我平常的一个常态展的位置 会是展出一些我近期的作品 希望你们到我们的玻璃馆来 看到我的作品能够跟你们一起分享 我创作的过程的喜悦 目前大概都是以写意的作品为主 其实我每件作品都有他想要表达的 那我想每个客人来他喜欢的作品 一定是都不一样 或许他去过 或许那件作品的颜色比较吸引他 都有可能 所以每一件作品就各自欣赏 他喜欢的部分 传老师指出旅行是一种生理需求 是一种阅读大自然的生活模式 他认为美丽的大自然大到一万五季 也曾经小到一滴露水都是让他感动 而真正倾听大地之声 才能够发掘大自然精彩之处 那其实倒影本来就是若隐若现的淡淡的 所以其实在表达的时候呢 就是轻轻带过 而没有做很繁复的动作 其实白色的运用其实不是我去年 比较想尝试的 因为在白的设计当中 寻找到不同的一个层次 那也很大胆的去突破 其实台湾人觉得 雪上夹床这句话 其实运用在我的著名上 其实我要寻找的 其实是我内心的那种自我 陈鲁王老师认为 绘画是他生活的一部分 创作能够让他尽心反观自己 经由回忆旅程及生活脚步的点滴 分享给参观者 这是一种生活印记 将脑海中的形象 气味与声音透过画布 以丰富的心体验自然之美 以雅逸的步伐漫游山水人间 赋以运聚潜藏之灵感 化为油彩创作之源 记者有蔡时期 竹山采访报道